大家好,我是美国的波比医生 今天是星期五的晚上 我跟大家分享我家厨房 我怎么样准备主食 刚才的一个视频讲了这边的这些米的代替品 现在这边是豆类 豆类既可以做大米饭 比如中午带菜的时候 不用带白米饭了 可以带这些豆类做成的 还有一个更好的好处 这些豆类它蛋白质含量高 所以它能够作为一种像是带肉产品 带肉食品 比如我尤其要手推这鹰嘴豆 cheek peas 它看上去不起眼 我现在这边 这边没有在这了 没有打开的了 看上去不起眼 这一个一个小豆子 但是你把它蒸熟之后 它面面的软软的 你这个时候可以炒菜 然后也可以把它打成泥 这就是我们那个hummus那种泥 然后可以抹在面包等等 有很多吃法 所以我现在最推崇的一个是鹰嘴豆 还有一个叫lantle 小扁豆 小扁豆有很多颜色 你看这个颜色非常有意思 是这种粉色红色这样的颜色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种代替大白米饭 代替白馒头 它是一种额外的营养成分 比如说这里面更多的纤维 有更多的蛋白质 更多的铁呀 铁呀 等等啊 这些它能够给你显示出来的 但实际上你一定要用你的眼睛来吃饭 为什么呢 你看这些颜色它这么鲜艳 它就是有额外的抗氧化作用 然后因为这些是保护它植物的 你吃下去之后就有抗氧化 抗炎症 抗癌等等作用 都是通过它的颜色来表现出来的 比如这种红红的这种这种豆子 它就有它自己的特点 每一个食物都有它自己的药用的功效的 这两种 一个是鹰嘴豆 还有一个小扁豆 都是印度人做饭 非常有的 是非常多 是他们那些素食人的 基本上每天都吃的 我最近深刻感受到特别好吃 有了这个你炒什么菜加一点鹰嘴豆加一点小扁豆 就像是加的肉菜一样的 比如这个我是提前就做好 在这边放着我做了一个什么菜 最后加上一部分这些 就浓浓稠稠的 它就特别让你感觉是像那种我们本来也很喜欢吃的 很浓稠很勾芡了那种特别好吃的味道 所以这个豆类非常重要 这两个豆子我非常推崇 其他的我现在也在慢慢尝试 比如这种叫Northern beans 白白的豆子 然后还有这种红色的豆子 还有黑色的豆子 我买了整个混在一起的 我不会是拿主要来吃 我主要是通过这15种豆子 我希望每个我都认识 然后每个都去体验一下它的味道 还有几种豆子呢 其中一种黄豆非常特殊 黄豆我们吃了很多了 就是豆腐啊什么主要都来自于黄豆 我现在家里主要吃黄豆的办法是 用这个九阳豆浆鸡做豆浆 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它的味道最好 其他我都已经买别的地方了 就不用自己做这个黄豆的吃的了 另外有一个这种叫做燕麦片 这燕麦片呢也是主食的一个替代瓶 这个我现在就是主要是周末吃早餐 这种叫做肉的 就是它从这种 这种光cut就是把它一段一段弄出来之后 再把它碾平碾平这一片一片的 所以这个加工呢是更精细 比这种直接这种切了之后的更精细 所以相当来说这个营养会高一些 糖的升糖的会慢一些 但整个来说就是这个花的时间要长一点 需要泡 这个呢就不需要泡了 像我刚才说的也是 怎么样让做这些东西 你不会觉得头晕脑胀的 怎么做起来最简单 一个程序就可以完成 就像我刚才说这些米一样 我是每次都只做这么一杯 因为我们家有两个人做一杯 能够吃好几天呢 拿出一杯放在这个锅里 然后提前晚上就泡上 这个水多少都没关系 多一点挺好 然后第二天把水倒掉 然后再这个是一杯的豆子 然后两杯的水放进之后 这点比如说是豆子 就是豆子的时间 你可以自己再把时间调长一点 这就是按你自己的情况来做了 所以有了这些之后 就有了很好的主食 每天有很多特别有营养 好吃的主食 好谢谢大家